减連偵辦民主黨主席柯文哲社金華誠案 查到了威京集團主席沈慶金涉嫌行賄 法官在10月28號裁定 他是延長積壓禁件兩個月 那麼沈慶金不服延壓裁定的結果 向台北地院地狀抗告 法院今天收案將會送台灣高等法院來審查 另外柯文哲也是裁定要延壓到明年的1月5號 前一天立委吳宗憲才帶隊考察北檢 偵查不公開的執行 沒想到不到24小時 週刊又繼續爆料 柯文哲已經親口證實貼身秘書局子徐子瑜 負責幫他收錢 以及轉交了政治獻金 另外還提到了現在收壓的影響 疑似還是學姐黃靜穎 柯文哲真的膽大妄為 這種收受匯款的部分 居然敢在台北市政府的市長室來做 檢察官這邊掌握的訊息 就是柯文哲在2022年11月1號的時候 在台北市的市長室收受了審慶金的相關的匯款 那我覺得這真的讓大家非常的傻眼 因為過去柯文哲說財團到市長室是只有吃便當的 沒想到事實上是財團大老闆到市長室到柯文哲的市長室是去送匯款的 但我們信任的柯文哲居然做出的事情 居然是比好龍斌跟馬英九更不堪文問 這真的是非常駭人聽聞 黃敬明議員在過去針對柯文哲案在接受媒體專訪的時候 也講到柯文哲之所以拒不出庭應訊的一個重要原因 就是這個檢察官一直的不停的查A案問B案 然後甚至就是還有這個針對於媒體的時事的部分 對柯文哲提出應訊 都讓檢察官認為說其實已經在整個偵辦過程 其實已經有泄密的狀況 在黃敬明的這個回答媒體的專訪裡面 也讓檢察官認為他們整個的這個偵辦過程 似乎被外洩給民眾黨的黨員外界知情 不然檢察官掌握了新的訊息 還沒有啟動就已經先外洩人就先跑了 永遠也是跟著在後面追 那如何能夠查到真相呢 對於媒體的指控完全是子虛烏有 現在已經讓人分不清楚這是一篇報導還是裁定書 亦或是個人的心情小雨 對於這樣入人於罪的言論 我想最好的回應就是繼續做好地方選民服務 提醒大家本辦公室今天晚上有提供免費的法律諮詢 歡迎收看參加 五種EGF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肌膚彈性水嫩 輕鬆複平皺紋 換回青春自信 黑X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 活膚露全俏精華 精華霜 即刻啟動動靈密碼 全家 邰運 假 雲 雲 感谢观看